家人在给朱天诺取名的时候,就希望他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。 可是在母亲病重的情况下,朱天诺毫不犹豫地违背本意,听从父母之命,而选择了流畅的爱情。 就在母亲病情有所好转之后,以不恰当的方式与流畅分手。 朱天诺虽然维护了亲情,却伤害了流畅的爱情。 在今天所有事情明朗之后,我们祝福这位曾经被伤害,却非常真诚的女孩。 在走出人生的武区之后,放下过往,去寻找真正的幸福。 那么,明月在得知未婚夫天诺因为亲情而背弃爱情原则之后,会再次接受天诺的告白吗? 明月,其实我刚才说的你也听见了。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已经清楚了,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 明月,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,这一段时间? 我很想相信你,和你相处的每一天。 我自从遇见你之后,我就觉得,我确实以前挺爱玩的,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,就碰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,我从来没有过。 就跟你在一起,我从来没,以前没给任何女的做过饭,但我给你做过。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,我真的想跟你走下去,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。 这三年来,我一直都挺纠结的,今天我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。 我是那么不通信打理的人吗,天忠。 我现在站在这儿,当出这么多人的面儿,我心里是那么难过,我还维护着你。 我平常什么样的人,你也知道。 是,我知道。 我为了你受多少委屈,你知道吗? 是,我知道。 我不想让你再委屈下去了。 所以说,我今天才来这儿,我把这个事情的真相,我说出来了。 我希望你不要再有顾虑了。 我希望我能跟你在一起走下去,你知道吗? 我以后一定有事,一定要先跟你商量。 我一定会先告诉你。 我希望你能再相信我一次。 好吗? 在现场,明月因为已是迷惘而接受了天罗的告白。 但是在离开舞台后,冷静下来的明月却始终对天罗因母亲生病所做的选择无法释怀。 最终与天罗分道扬镳。 亲情不可泣,爱情更不能期。 我们希望天罗在经历过此事后,能重新定义亲情和爱情的天品。 我们也祝愿曾经迷惘的明月,能放下过去,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告白。 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。